字幕志愿者 微信 我安您好 我是陳麗婷 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呢 上半天還是冷嗖嗖的 但其實寒流已經略微減弱了 白天的高溫會逐步的回升 像今天北部整個苗栗北地區 還有宜蘭的話 白天高溫終於是回升到了15-18度 至於其他地區中南部還有整個花蓮台東的話呢 更可以來到20到23度感受偏涼 南部地區還可看到陽光露臉 而至於降雨方面呢 整體來說水氣也不算多 但迎風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依舊整天都可能會有一些局部的雨勢發生 那由於中層水氣偏多的關係呢 今天在中部的山區也會出現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 那接下來溫度都會這樣逐漸的回升 每天可能是上升個1到2度左右 甚至到了下個禮拜開始呢 北部地區的高溫還可以來到20度以上了 而到下週三之前呢 目前觀測來看是不太會有寒流發生的機率了 所以大家這週用到的後外套可以把握機會 把它洗一洗好好晾乾囉 而降雨的話呢 接下來整個下雨的範圍呢 都差不多主要還是落在迎風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那另外呢在山區的話 也會有一些零星的雨勢發生 主要到下週三之前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都要留意 外出請記得帶傘 還是水氣呢會稍微有一些增多或是減弱的情形 但是都會有一些不定時的局部短暫雨 接著我們通過圖卡一塊來關心一下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基隆13度 台北新北12到13度左右 桃園也是12到13度 新竹苗栗落在11到14度中間 局部地區會下起一些短暫的陣雨 中部地區台中14到18度 彰化14到17度 南投雲林嘉義都落在14到19度之間 平地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但山區會有零星飄雨 南部地區台南16到20度 高雄19到22度 屏東19到23度 主要多雲可看到陽光露臉 東部地區宜蘭13到14度 花蓮15到17度 台東18到20度 也是會有直部短暫雨勢 接著看到的是外島地區 臉漿8到9度 金門10到12度 澎湖14到17度 臉漿金門要留意會有直部低溫 最後小丁寧 再次提醒大家了 今天寒流逐漸減弱 白天的高溫回升 但記得入夜清晨 溫度依舊偏冷 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另外的話呢 是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依舊會有一些雨勢 外出勤氣的帶傘 但其他地區都回歸到了 多雲稻情的天氣形態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姿勢